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众所周知 由于古代的木造文化而指纹发达 历代帝王在临死前总会大肆修建自己的皇陵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在墓中存放大量的奇珍异宝 作为自己的陪葬品 他们的这一行为直接催生了盗墓行业诞生 尤其在三国时期 萧雄曹操主动带人进行盗墓 他还为盗墓贼设立正式的官称 摸金校尉 盗墓贼违背人伦的行为 至今得到是人的痛恨 由于他们灭绝人性对盗墓行为 导致墓中众多珍贵的宝物 至今流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比如 接下来在浅墓墓中 东林大道孙念英就随意扔掉一件天下宝物 托罗尼星辈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 东林大道孙念英为了向大兴报仇 他带领军队几乎挖掘了大兴的所有皇陵 尤其对于珍宝众多的乾隆墓和慈禧墓 孙念英自然没有放过 布洗墓中的宝物被他们抢进一空 就连慈禧的乾隆的尸骨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毁坏 举中 孙念英在盗绝乾隆墓时 更是灭绝人性 他们随意将乾隆的遗体扔在地上 刺一践踏 将覆盖在乾隆身体上的绝世宝物 陀罗尼星辈被硬生生的扒下来 然而 这群盗墓贼有眼无珠 他们只得到了陀罗尼星背上的各种珍珠和宝石 真正宝贵的陀罗尼星却被留在了墓中 相关人员在整理墓葬中 没有重视这件全是珍宝 乾隆的陀罗尼星背就此遗落民间 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件乾隆果实部陀罗尼星背 最终被一位幸运的收藏家得到 在2005年的北京拍卖会上 乾隆的这件陀罗尼星背 被有新人藏在一件破旧的袈裟中 当时很多收藏家认为 这件破袈裟并没有什么可以收藏之处 就在此物即将留拍之际 一位幸运儿抱着侥幸的态度将开拍下 这位幸运儿在回家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了袈裟内部暗藏玄机 于是这件陀罗尼星背就此重现天日 收藏家于是找相关专家进行鉴定 专家认为这件乾隆目中的罕见珍宝 至少在7500万以上 专家强力要求8000万拿下 机智的收藏家最终将乾隆果实部 拿到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秦先生最终得到了惊人的1.3亿 考古专家对于自己没拿下如此宝物 至今碰心不已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